我是一个牙医师 也是两个孩子的妈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想必各位家长都非常惊慌 那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如何来教导孩子认识病毒呢 其实透过绘本 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绘本上的图跟文字 能让孩子快速的认识病毒 并且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 这次大家推荐一本新书 和新型冠状病毒说拜拜 这本绘本的图跟文字 简单明了 让孩子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 能够认识这个病毒 在共读起来 家长也比较轻松 我个人习惯 会用问答的方式 来跟孩子做互动 一来可以增强他的印象 二来呢 孩子也比较容易很快的进入 文字所要表达的东西 例如你可以问孩子说 病毒是什么 那新型冠状病毒躲在哪里呢 我们看得到吗 其实病毒它非常非常的小 小到我们的眼睛看不见 必须用显微镜才能够观察到 可是病毒无所不在 它到处都是 像是我们常见的食物 家具 玩具 电梯 还有手机 还有手机跟钥匙 上面都会有很多病毒的踪影 那病毒究竟是怎么让人生病的啊 透过我们喷发出来的口水跟鼻涕 病毒会进入我们的眼睛啊 鼻子啊还有嘴巴 然后会感染到我们的呼吸道 造成人的生病 那生病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症状 像是你会头痛啊 还会想睡觉啊 发烧 全身无力 肌肉酸痛 非常不舒服 甚至有人会因此而丧失生命了 这个病毒它喜欢到处旅行 所以我们要少去人多密集的地方 还有呢我们平常如果生病了 或者你要出入公共场所 记得我们要戴上口罩 把口罩戴好 把口罩戴着正确 才能够保护自己跟保护别人 在吃饭前 还有你已经出入公共场所 上完厕所之后 你要摸小baby之前呢 请都要记得要好好的洗手 内外加工大力完 那样子才能够把手上的细菌都洗干净 那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要好好吃饭 适量的运动 还有呢睡饱觉 早睡早起身体健康 才能够有足够的体力来对抗病毒 那平常呢也要记得跟爸爸妈妈一起做 环境的消毒 我们才能够开心的跟冠状病毒说 拜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